警察配槍竟然遭人企图抢夺 而动手的同样是一名原警 事发在台东大午分局 一名林姓原警追求女同事遭到拒绝 事后不断骚扰对方 女方受不了告知上级 林姓原警因此从大午派出所被调到美河派出所 心声不满数号晚上到大午分局找上级抗议 过程中林姓原警一度想抢夺所长身上的配槍 当场被压制上铐 根据同事说法林姓原警被调走后 情绪起伏相当大 常常晚上不睡觉 跑去派出所想找女方谈 这回跟行为脱续想抢所长配槍 幸好被在场警方及时阻止 否则后果不堪受想 林姓原警不只被依法送办也遭到免职 TVBS新闻留学员黄敬芬台东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